马上颁发的奖项叫做 《最损失友》的奖 别提名你了 不好意思 没了 这么高 屁啊 进哥 你都没跟我一个房间 管你哪个房间 各位哥哥 举手提名 有五个提名的名额 龙龙 龙龙 屁啊 哥哥 他 他肯定要喊严正旭了 屁啊 你要想说严正旭 你就点点头 没有了 他没有 他点头了 每次我躺在床上 然后准备睡的时候 他就 然后下楼梯 结果很久不上来 然后等半小时之后 他就上去了 上来之后我说 那该睡觉了 钢灌灯 灯灯灯灯 又下来了 我说你他干嘛 吃吐司对不对 对 你怎么知道 我一个很好吃的吐司 你还不吃看看 很香 我这边要有吐司 我还有吐司 如果你要的话 你注意说 我拿吐司给你吃 很好吃的吐司 丁哥 要不要吐司 如果饿了的话 就叫杰瑞哥 他有很多面包 对不对 我都给你吃你这样子 杰瑞 来 钱大人 这只是第一个 我提名 我这个室友就是 这只好吵 汉语 很汉语 我提名陈辉哥 好 为什么 才刚住进来 我刚回来 我刚回来 提名理由 他总不在房间洗澡 他自己跑去外面洗澡 好 那我提名Ricky 好 他其实是蛮损的一个室友 你咋了 你咋了 他有一次 他拿着他的脏脏的裤子 就差一点 堆到我们的脸上 吓死我们的 提名张麒麟 他每一天刷牙的时候 都永远不会站在晋级面前 他都走来走去聊天的 所以他把所有的牙盖 都喷在那个地上 这蛮特别的 来 这铃哥 来 那么接下来就是 五位哥哥自己 有什么想说的了 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洗澡的事 那个二楼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 还有一个小的洗手间 公共的 对 我怕洗澡吵着他们 我发现了这么一个好地方 也不影响别人 尤其是我是洗完了 我得哗 得吹头发 那你是最佳室友才对啊 对啊 你是最佳室友 没认识他们怎么弄的 电脑黑白的 我这个事好说吗 他就带了一条 对 我就带了一条 上次 维基 我想问你一下 是不是以前 你还不小心把 胡子晾在了破的床上 我是放在床上 对啊 不止一次 我醒来 第一件事就看在我床头 救命啊 我觉得这个奖太有戏啊 绝对是他 我觉得我想投票给你 我帮Ricky拉个票啊 等会儿 不用了 一定是他 不需要了 这一次给Ricky一个满票 行不行 给Ricky满票 Ricky需要鱿鱼 来 Ricky 恭喜你 第一性战区的哥哥 开播以来 唯一一次满票 没有任何悬念 Dirty Ricky Dirty Ricky 好棒哦 Dirty Ricky 谢谢大家能把所有的花给我 你实至名归 恭喜Ricky 恭喜Ricky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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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